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繼續講政府的安心出行應用程式 去年11月推出後反應一般,40萬人下載了 政府似乎現在有些新的措施,覺得這種情況解決不了追蹤的問題 於是就提出不要只要去每間的廚所、食肆、商店 用藍牙的感應,如果你的手機開了藍牙之後 你走過那些店舖,那個店舖發出一個訊號 就證明你是去過這些廚所、店舖那裏 把那個資料放在手機裏面 這個是一個新的措施,我都說過了 但是現在還未實行的 但是我覺得政府在做一些輿論 譬如好像創新科技局局長薛永恒不停地去說 是什麼呢? 他說現在有40多萬人就已經安裝了,下載了 有67500的商店或者處所貼出了二維碼 但是就好像那個效果都是一般的,一般的 於是就在考慮用藍牙的方式 透過藍牙的科技 用戶經過那個店舖或者入了那個店舖 無需要去刮,都可以感應到 自動記錄到你的行蹤 外界就很關心這樣的話 就是說我不是主動去提供我的行蹤 我走過就已經是洩露了我的行蹤 他在這個電台節目就再三解釋 他說這個處所裏面的藍牙發射器 是會自動發出信號 用戶經過這個感應器之後 就會在手機那裏做紀錄 政府中央是沒有紀錄的 紀錄就是留在用戶的手機裏面 這個就是到現在為止政府的口徑 換句話來講 我們分析他這個說法 就是說不會存在任何的私隱問題 對,有道理 如果他的資料只留在你的手機那裏 不會上載上去政府的紀錄裏面 那只是你自己知道 大概是三十天之後這些紀錄都刪除了 那留下紀錄的目的是什麼呢 如果一旦有那個地方那間食肆店 有確診的個案 他就會在這段時間裏提醒你 那裏有確診 幾時幾日你有沒有去過 你自己知道 那如果你自己知道的時候 你就需要檢驗 你擔心吧 另一個重要的就是 當衛生旁務中心抓住你 問你你確診 那你去過哪裏 那你說我真的不記得 於是你就看回手機 那就有紀錄了 幾時幾日幾分鐘去那裏 好像很理想 全部都是自己的 就不是上去政府的伺服器那裏 OK啦 但是以下下來這番話 政府就露出了馬腳 施永恆是這樣說的 他說私隱就重要 但是抗疫之路 大家是不是真的要放下一些 這一方面的考慮 令到抗疫工作做得更好呢 他說抗疫期間呢 有時會感到無奈甚至憤怒 指源頭不明的個案呢 對抗疫工作是非常大的困擾的 認為是有需要呢 是有效的去追蹤源頭 這個是至關重要的 呼籲市民呢 是積極下載安心出行 咦 那問題就來了 如果這個資料 確確實實只是等在用戶的手機 並沒有上載到政府的伺服器的伺服器那裏 即是沒有一個中央的資料的話 何來存在私隱的問題呢 如果不存在私隱的問題 為什麼攝影行會說 大家可能真的要放下一些 這一方面 即是私隱這一方面的考慮呢 換句話來講 如果他用這個方法 用藍牙感應的方法 你去到哪裏 他都知道 放在你的手機裏面的資料 就是有私隱的問題 如果他知道 只在你的手機裏面 是不存在私隱的問題 但他這番說話 即是說 是有機會拿到你的私隱 那我就要問了 為什麼 和怎樣 會拿到你的私隱呢 用什麼方法呢 他這句就露了哭了 就說漏了嘴了 但是呢 他跟著就說 他說 會不會 就是問他會不會強制下載 這個APP 是否一定要掃這個二維碼 或者用這個藍牙的裝置 去感應 小英恆說 我不排除任何的可能 這是一路的口徑 我不排除任何的可能 跟著再說一次 我理解大家對個人私隱的關注 但重要的是 我們正面臨疫情的衝擊 可能大家放下一些關注 使得香港盡快回復正常 不過可笑的地方呢 就是衛生防護中心 當然張竹君醫生 大家都很佩服他 就是 一個星期七天都工作了 丈夫剛剛過世 似乎他都沒有怎樣請假的 好似一日 就是 沒有出現之後 跟著就回復回復 每天都是他了 那他的回應呢 記者問他的回應 安心出行呢 他就這麼說 並非為了流行病學追蹤工作而設 不會按程式的內容 追蹤密切的接觸者 就是中心會 要求確診者自行交代 這個染疫期間的行蹤 按確診者資料判斷 誰需要檢疫 我剛才說的 這個不是什麼專家都知道 我真的不是專家 我純粹是從一個 常識和邏輯的角度去討論這個問題 那些IT專家就問了 如果真的 如果只是放在手機那裡的資料 和邏輯行當初的說法就是 你下載吧 沒有問題的 是不會涉及私隱的問題 完全符合私隱條例的 那麼 IT的專家就說 按道理 如果是完全符合私隱條例的話 那怎麼會有私隱的問題 為什麼要別人放下私隱呢 那麼明雅人也看到 他在這裡 叫做放風 是不是 就看看大家的反應如何 抗疫 很重要的 要追蹤 源頭是很重要的 那麼多源頭不明 如果你下載了之後 能夠追蹤了源頭的話 你說多好呢 很快大家的生活就可以回復正常了 他是不是 即是 即是放進口風 試水溫 是為下一階段做什麼呢 強制下載 強制這個 scan到你 然後那些資料 拿上去上面 每一個行蹤你都知道 是不是這樣呢 用這個方法去試水溫 目的 是不是想搜集香港市民的資料呢 那大家就要問個問題 如果他這樣說這個 就是這樣做法 大家都知道 今次的疫情 一二三四波 全部都是跟輸入個案有關 如果你的把關把得不好的話 你純粹是拿香港市民的私隱 意義在哪裏呢 即是說 你是爆了出來之後 即是你可以防止它爆的 如果你把關把得好 是爆了出來之後 你才拿市民的私隱 你拿市民的私隱 目的是什麼呢 這一點 大家要注意 還有 大家知道 現在有一個app 是政府的 叫做脂肪便 我老大都不會下載的了 老實實 這個脂肪便 就什麼都可以做的 文說 譬如說 你有關於交稅 你的車牌到期 我提你 總之 集合了 政府部門和市民的日常生活有關的東西 這叫脂肪便 好了 這個脂肪便 其中一個 阿薛弘透露 就是會搞電子針卡 那你在這個脂肪便 你就可以預約打針 現在說了 下個月開始就打的 在過年之前 就有機會大家可以接種了 那你不可以走進去 要預約的 那你有這個app 你可以預約 還有一個電子針卡 你打了之後 大家知道要打兩針 即是相隔 譬如說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甚至更長的時間 那你又怕你不記得 於是就在那裡 就預約了 約乾個禮拜之後 可以打了 亦都可以提你 說什麼時候 幾月幾日 幾多點鐘 去哪裡打 很好 我相信 這個脂肪便 是會比安心出行 更多人下載 問題來了 問題就來了 你下載這個脂肪便 如果安心出行 跟這個脂肪便 綁在一起 電子針卡 去追蹤你的行蹤 也都包括你什麼交稅 車牌 其他服務 登記身份證之類之類的東西 拿這個新的智能身份證 全部就一個app 一應俱全做完 如果你不下載 這些東西全部都做不到 針都打不到 那你會怎樣呢 你會怎樣做呢 我覺得現在政府 是用盡任何方法 用盡任何方法 是將市民的行蹤 去track 去追蹤 你用安心出行 都40萬人 大哥全港七百幾萬 當你有三百萬 四百萬成年人 四百萬成年人 三百萬就是講就業人口 講學生 十八歲以上 或者十八歲以下 都是 可能有四五百萬 老人家減了他 就是可能 你能夠用這個手機 下載的 有這個能力 也有四五百萬 你說 作為一個政府來講 能夠通過APP 掌握四五百萬 甚至五六百萬 香港人的行蹤 對於他來說 多美妙 沒有 對於他來說 是吧 有什麼事 你沒得抵賴 你幾天去過哪裏 你又不在場證據 他又不是 我看到你的APP 是否說你在那裏 你看看 對於一個政府 對於一個專權 甚至極權的政府來講 這個就是 天跌下來的東西 能夠掌握 現在 中國大陸 已經是去到這個地步了 在這個Netflix上面 有一套 劇集 可以這樣說 一個單元劇集 就是每一集 都有一個故事 叫做Black Mirror 中文譯叫做黑鏡 我看過一些 我覺得很不安的 就是每一次看這個劇集 都覺得很不安 因為這個黑鏡呢 是講了很多 在高科技 主要是高科技 就是我看過的都是 的發展下 人類 怎樣受到控制 其中的就是透過你的手機去追蹤你 透過這個Face Recognition 叫做面容識別 走到天涯海角都可以抓到你 有些人說這個劇 這個Black Mirror 就是黑鏡 是一個語言劇來的 有些人甚至就這樣說 譬如說有些國家 學Black Mirror 裡面的劇情 是用來去控制自己的人民 我覺得不太厲害 起碼都要有個底子 就是說 根本就是 Black Mirror的這個 編劇導演 就做了很多research 做了很多資料搜索 知道某些個國家 在做這類的事情 於是他就把它放進劇情裡 西方 特別是美國 你也知道 他就是一個很個人主義的 對於這個人權 民主自由 特別是自由 人權 是大過天的 他一直都有一個很警覺的地方 什麼呢 就是他懷疑 即使是一個民主的社會 他都懷疑 即是美國正在做 什麼零鏡 是不是 這個零鏡計劃都是控制 就是一直去追蹤人 他就一直都是懷疑 即使是一個這麼民主的社會 這個國家 都是會 如果能夠做的話 能夠用科技來做的話 去想掌握 每一個人的私隱 行蹤做過什麼 用來有效控制 即使是美國 他們一直都有這個警覺 或者擔憂 所以 你看這些戲 你喜歡看美國的電影 或者美國劇集 他就是會把這些擔憂 呈現在 他的戲劇元素裡面 當然有些戲劇誇張 但是如果你看今天發生的事情 美國可能不是那麼嚴重 因為美國畢竟有一個 是權力濟衡的社會 但是比如在中國大陸 或者其他極權國家 他用高科技 現在有一個新的說法 就叫做 數碼 威權主義 或者叫做數碼獨裁 用這個方法去控制人民 中國大陸已經是在做的了 現在看來 特區政府千方百計 就想用這個方法 形容在香港那裡 我就覺得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 就是 我們是需要 需要警醒的地方 即是不要說 他說叫你下載個APP 就下載個APP 好方便 真是 是吧 至方便 又可以交稅 又可以 這個 好像說水電煤 都提升 你需要交 我不知道怎麼做 然後 這個 打針 可以 你換車牌 也可以提 你 你覺得 很棒 就是 做了之後 你就可能會知道 你每一個行蹤 都會掌握你 即是你聽聽這些事情 都很大人害怕的 譬如說 某些APP 下載了之後 會控制你的鏡頭 會控制你的手機錄音系統 你家裡做些什麼 在哪裡做些什麼 講些什麼 全部都聽完 即這些 這些已經做到的了 很容易做的 有什麼難 有什麼艱難 在這樣的情況下 大家是不是要想一下 是不是隨隨便便 就下載這些APP 這樣 現在有一句說話 經常都說的 就叫做自由 Freedom is not free 自由不是免費的 而且自由是基於永恆的警覺 如果你缺乏警覺的話 自由可能一晚之間就會消失 還有一件我想說的 就是有關於全民檢測 現在建制派不停地說要清零 要全民檢測 我覺得它是附和中央政府的 這個就有很多政治考慮 你香港是沒有能力做這個全民檢測 於是你一定要上次這樣 要請中央政府的人下來 大家記得上次 新水新汗搞了一場大龍鳳 一百七十幾萬人 全港只有七百幾萬人 一百七十幾萬人 做了自願的檢測 效果等於零 不是清零 效果等於零 因為第四波 一聲來 你檢測完之後都沒有用 事實已經證明在這裡 你根本沒有禁足令 根本就是全民檢測完全沒有意思 不只是禁足令 加上完全封關或者嚴格把關才有意義 台灣都沒有做全民檢測 澳門都沒有做全民檢測 為什麼人家可以這麼好呢 大家要記住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要打疫苗 未來的二月就要打了 打疫苗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工程 你想一批批打也好 是以百萬計的人要打的 你看到在西方 譬如在美國和英國 其實都是很不行的 有很多出錯的地方 包括這個 不要說他 譬如說打那隻輝瑞那隻 本來要溝氣做五份的 怎麼有些人打錯了 一個人打了五劑 另外就有些情況 譬如在英國 就是他現在推出另一隻 阿斯利康、牛津那隻 現在就因為 因為輝瑞的疫苗來不及了 隔了一星期之後 再打第二針的時候 英國就說 不如可以打牛津、阿斯利康那一針 英國是可以這樣做的 還有打疫苗的人數 接種的人數 是遠遠低於預期的 譬如在英國 本來就說 一個星期要打二百萬劑 結果是二十萬劑 只有十分之 你看得到 是一個非常龐雜的工程 你一開始 所謂有些需要適應 微調 希望可以順利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你要搞這個全民檢測的話 在香港 你就會鋪了很多的人手去做這件事 你即使大陸找人來也好 你都要有其他人去招呼他 那如果又是全民檢測 又要去搞這個全民接種的話 那些人手是怎樣安排的 那我就覺得 香港的建制派水平低到不得了 完全沒有一個大局的觀念 還在推這件事 就要響應 即是他爺爺的說法 那個口號 清零啦 全民檢測啦 大陸都是這樣做啦 為什麼你們不行啊 但是他不知道 事情一直發展下去 現在需要重點是說 疫苗的問題 要打疫苗的問題 他還在那裡 擦亂了所有的部署 就令到可能這個疫苗的計劃 是會出事的 那就是你看得到 建制派的水平去到哪裏呢 好了 今天差不多了 我們談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Patreon 繼續支持我深藉後白的頻道 好不好 多謝大家 拜拜